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09集一定要听指挥啊 横远酝酿了片刻 我与许大人是在桑婆案中结识的 当时我因为横惠师弟卷入此案 达耕人衙门的金螺当时围堵了我和横惠师弟的藏身之所 我原以为即使是能逃过一死 也会被关在监牢里 没想到身为主办官的许大人 他查明我是牵连其中 并非横惠师弟的同伙后 立刻放了我 这里横远做了修改 隐瞒了许清安忽悠他的事 当然 横远至今都不知道许清安是忽悠他的 还算是个好人 但也是个臭不要脸的 之前他问对方许清安是个怎样的人 京城和尚回想起来都替许清安觉得羞耻 可他自己居然说得如此坦然 这不是好不好人的问题 怎么说呢 他有一股难以描述的人格魅力 横远继续说道 我离开青龙寺之后 一直借居在南城的养生堂 那里收留一群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 许大人知道后慷慨解囊 隔三差五的就送银子帮助他们 要知道他一个月的俸禄也就是无量银子 当时他还是一名铜锣 可他从未有过怨言 还安慰我说银子是捡的 我偷偷调查过他 他与所有的大耕人都不同 从未以权谋私压榨百姓 那些银子还是他自己节衣苏食省下来的 听到这里 敬尘和尚沉默了 他想起许秦安自卖自夸的话 说自己不曾拿百姓一针一线 多大事不知可否 行善事未必是善者 人有千千面 彭远皱了皱眉心生不悦 继续说道 那弟子再与师叔祖说一件事 桑普案之前 他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 险些斩了要玷污她的上级 而他也因此入狱被判了腰斩 若非当时永镇山河庙被毁 朝廷急需用人 他已经死了 多大事思考了许久 他有何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 彭远斟酌着回答 除了天赋异禀 是修武道的奇才 并无特殊之处 多大事似乎有些失望 害受到 嗯 你一切出去忙吧 恒远双手合十 退出了房间 敬城和尚开口 师叔 恒远并没有说谎 这么看来 那许其安确实是位大善人 虽然这人的行事作风 让人讨厌 不管是为官还是做人 那许其安都是个品性温良的人 虽然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油滑 但这并不降低前者的橙色 多大事恩了一声 俊秀的镜丝和尚当即说道 那么 他还会和那邪物有什么牵扯吗 多大事摇了摇头 此案的幕后推手是万妖国雨孽 远景帝和奸政 前者出宫不出力 后者冷眼旁观 与那阴罗关系不大 既是个善人 我们便无需与他为难了 哼 大方言而无信 屡次毁约 我们何必再与他们结盟 不知道罗汉和菩萨们怎么想的 作为罗汉中的一员 渡厄大师看了眼失职 北方蛮族有魔神血脉 与北方妖族是同其连之数千年 南疆蛮族部落众多 最强大的七个古族部落 亦算魔神后裔 东北乌神教已经有一位超越品级的乌神 想要让九州大地处处受佛光照耀 只有与大奉结盟 只能与大奉结盟 敬臣敬思两位弟子 从诗书的这句话里提炼出一个重要信息 佛门之所以与大奉结盟 是因为大奉既无超越品级的存在 又与魔神没有纠葛 当然 几千年前 中原是有一位超越品级的存在 儒家的圣人 不过那会儿还没有大奉呢 收回思绪 敬臣试探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追查邪物的踪迹吗 大奉这边就这么算了 毒恶大师高深莫测的笑了笑 听说近来因为盗门的天人之争 许多江湖人士涌入京城 官府在外城建了四座擂台 我们取两座来用 警司你以金刚之躯迎战京城武者 精臣你随意取一座擂台送经讲道 至于本座 既然来了大奉 那就会一会监政 多大师说完 走出房间 望着西边的残阳 正缘不识我佛门之威 久矣 夜里 许清安与同僚结伴去教方寺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的宋廷风 厚着脸皮跟过来了 其中也包括 教方寺的摇床声永远不整齐的 李玉春 以及我只是来喝酒的 杨宴 福相对许清安情谁义重 每次他带人来尹梅小哥 总是很给面子的抱琴出席 献上一曲 不非与许清安有管抱之交的花魁 也来凑热闹 让许白嫖有了左拥右抱的机会 但是许白嫖并不开心 别人欢饮答弹的时候 他思考的是 卧槽 这波少说得花掉我白两银子 他来教方寺与花魁们谈情说爱 那属于风光纪月 不掺杂任何的浅色交易 但是带着那么多同僚来喝酒 这是无法免费的 哪怕福相愿意自掏药包给他补成本费 可许清安堂堂七尺男儿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岂会同意这种事 以后请客要慎重啊 尤其是教方寺这样的小金窟 明天尝试找卫公报销 希望他看在我忠心耿耿的份上 能在报销单上签个名 许清安强颜欢笑举杯说道 喝酒 喝酒 大家别给我客气 今晚不醉不归 心里却想着呢 疼疼都给我喝的烂醉如泥 烂醉如泥 这样就省下一笔睡女人的钱 结果呢 一直喝到深夜 这群武夫愣是没有烂醉如泥 许清安只好脸上笑嘻嘻 但是心里不断的大骂的结束了酒宴 接着呢 许清安看向在座的诸位 为了能让我头睡个好觉 大家晚上摇床时 一定要听指挥啊 跟着节奏 一起摇摆 不要跑掉 啊 李玉春脑袋上面是一溜的句号 第二天 许清安骑着二郎的坐骑 快马加鞭的赶回衙门 来到一刀堂 提笔研墨 让李玉写了一张报销单 本次应酬参与人数21人 项目歌颂朝廷 歌颂卫攻 花费164两三千 写完条子 许清安斟酌片刻认为 我许英罗是个要脸的人 于是呢 让丽玉代劳 送去了好气楼 没多久 丽玉返返回汇报道 卫攻说 条子不是你自己写的 缺乏诚意 这就表明 委员心里不满 但是愿意给我报销 放心吧 卫攻 卑职一定为您赴汤蹈火 报您大恩大德 许清安当即写了一张报销单 吹干墨迹 捉跌好 让丽玉再跑一趟 没多久 丽玉回来了 卫冤的回复是 不批 你 这时候才耍我嘛 许清安生气了 卫攻是怎么说的 丽玉犹豫许久 小心翼翼说道 朝向您自己写的难看算不算 卫冤 你 许清安生气的把丽玉给轰了出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驹鲨鸡鸟鸢驰tır 讲故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